马小光那场记者会 然后就有对岸的记者 他问的问题叫做 有台湾学者认为民进党政府 把很多的钱资源都去买军武了 所以削弱了经济建设 水利基础设施等等 所以台湾才会遭逢56年来 最大缺水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请问 发言人马小光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我的看法就是非常正确 怎么样来看 对你会发现马小光 你会觉得他逻辑不知道是哪边死掉了 竟然会觉得说台湾缺水 是因为台湾军购的关系所造成的 那他讲的话 你会发现国台办基本上 他面对的记者提问 一定是安排过的 所以很显然马小光故意 要把台湾缺水的责任 归咎到台湾买军购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我就很好奇 奇怪你这样都不会觉得 打脸到你们中国政府自己吗 给大家看一个图 这是过去五年来 军费成长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的军费成长 从2016到2020的时候 成长了超过30% 台湾还没有到10% 中国的军费成长是最严重的 那请问一下 中国现在就没有缺水的问题吗 让大家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广东的潮汕 他告诉你要攻山停山 什么意思呢 因为缺水 缺到什么程度呢 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的这个缺水的状况 广东潮汕地区呢 你看缺水缺到水库 因为干掉了 所以有一个古积古墓就露出来了 你看这个古墓的遗迹 就是缺水所造成的嘛 那你再看看 这个是在接阳的 这个我们讲 接阳的龙井水库 这也是干了一片 那是哪里有水啊 那就是没有水吧 水库已经干掉了干旱嘛 然后你再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深圳的碟碎五水库 水位也是往下在降嘛 所以你会发现 中国自己也缺水啊 那马小光你自己讲的 如果今天缺水 是因为军购造成的话 那你们中国刚刚好 你们军购的幅度最严重 涨超过30% 那你们中国呢 那干嘛不把那些钱 拿去去救一下这些水呢 所以你会发现 很显然 马小光讲的话呢 就是认知作战要来混乱台湾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偏偏在台湾就有人配合 谁呢 你看台湾的立法委员 叶玉兰发的脸书呢 就是他 告诉你说 千万不要把改善交通的血汗钱 拿去买军火 我们军购是为了保护自己 缺水说坦白 其实是大自然的关系 广东不是也在缺水吗 包括北京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出去 你感觉上会吃到土 因为他们沙尘暴很严重 来自成老师 是没有错 事实上我觉得马小光 其实在讲别人之前 先看看自己 他在讲话的时候 可能已经吃了不少沙子进去 因为北京这两天的沙尘暴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个 这是内蒙古 下面这张图是正常的下午的情况 这是昨天下午 同一栋大楼 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了 基本上你以为你在外星球 在火星上面 这是现在内蒙古的沙尘暴 到到北京上面 我们来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北京的状况是怎么样 北京状况就是说 基本上那个沙尘 已经到泥雨的部分 他刚好混着 这次混着雨水 刚好北方有雨水 不小心都吃土了 对 你看 一下下都变成泥人 你看那个脚踏车 上面立刻是这种 都是泥巴 然后车子整个是变成这种黄泥状了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状况 可是这个状况好玩的是什么 这个状况其实不只影响到中国 影响到隔壁的韩国 不想说韩国现在对中国 结果韩国人难得 现在终于把发明推出去了 他现在公开宣布 中国最有有大的两个发明 一个就是新冠病毒 一个就是沙尘暴 搞得韩国现在也非常的严重 你看 这样整个红通通的样子 next 分 不管怎么可能 哎 他们 我 不 我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